227的,你就227安确定 确定之后呢 他如果227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用极座标画一条线的话 227就画出来 但是呢我现在画227 我不要用227这个这个极座标 而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用那个旋转 因为旋转你要练习一下 不然将来旋转你不太会旋的话麻烦 一般的话 那如果其实我把它改回90度好了 ok 然后用旋转来做给各位看一下 那旋转的方式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现在 他是 如果以绝对做绝对坐标的 角度的话他是27 那我需要把它旋转过来这边是43 那特别注意这个方向是 负的 所以是负方向 那我要旋转 所以先旋转 选物件对不对 空白件一下 选到空白件 他问你基准点 他记得你在哪里呢 上面这一点 因为以这个当轴心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不需要复制 我只是要给他什么 给他角度 给他角度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是新版才有 新版你可以用旋转 那如果说 就一般旧版的话 他是输入什么 负43度 特别这是负的 那如果是正的话 那就要再转一圈 负的会比较快一点点 负43按Enter 你会发现就过去了 两个方式 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旋转 那这个用的很多 用的很多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就是 绘制里面有个 切切半 切 切半径30 Enter OK那在这里 再来的话呢 里面就按 这个 绘制里面 里面有两个就是什么 切切切 切他 切他 切 那里面又有一个按右键 重复一下 切切切 切 切 OK 再来就把这两条线 修剪掉 修剪 OK 这样的话这个图形就完成 OK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顺便练习一下 就是把 原来这条线 垂直的 然后再把它转过去 这个就负43 特别注意 旋转的指令 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